我姐爱子如命 不但在外甥面前谈兄怒辱 外甥五岁还不断奶 六岁还把她带进女澡堂 我劝我姐 这个岁数的男孩已经有性别意识了 这样下去 她会长成妈宝男的 在众人劝说下 我姐收敛了自己的行为 后来她生了二胎 又用同样的方式对二宝 大外甥一控诉我姐偏心 我姐就告诉她 是你小姨不让我疼爱你的 你小姨说你是妈宝男 外甥恨毒了我 后来她偷换了我的药 让我心脏病发作致死 再睁眼 我重生回到劝说我姐的那一天 尊敬的公主王子们 请给小朵一个关注吧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啦 我从没想过 自己会死在亲外甥的手里 我倒在地上的时候 我的外甥许佳 才正摇晃着我救命的药瓶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那冰冷的眼神 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小姨 别怪我 是你先多嘴的 要不是你说我会长成妈宝男 我妈根本不会只爱弟弟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可胸口致命的闷痛 已经让我说不出话来 这些年我姐把她放在我这里 我那样尽心尽力的对她好 可原来是养了只白眼狼 许佳才是我姐的第一个孩子 我姐对她宠溺的几乎没了边 别的孩子一岁就断奶了 可许佳才五岁了还没断奶 她只要一不高兴 就让我姐先开衣服安抚她 我姐不觉得丢人 反而得意洋洋 这是我儿子娘我的表现呢 后来许佳才到了上学的年纪 自理能力基本没有 连上完厕所都不能自己擦屁股 我姐就每天定时跟到学校去 给儿子擦屁股 我姐还骂学校的老师们 缺得丧良心 没有一个能好好照顾她儿子 我终于按捺不住 劝我姐 这个岁数的男孩已经有性别意识了 不能过度溺爱 这样下去 她会长成妈宝男的 我姐不相信我的话 可她转眼就怀上了二胎儿子 一直被宠溺大的许佳才 对二胎充满了敌意 我姐为蓝心生产 把许佳才强行塞给了我 是你说我会把她灌成妈宝男的 那你这个小姨就要对她负责 我被全家道德绑架 只好带着许佳才生活 一边管她学业 一边教她独立生活的技巧 自立自强 我以为这是为她好 没想到她却恨毒了我 认为我破坏了她的美好生活 为了报复我 她趁我没有防备的时候 偷偷换了我的心脏病药 她唇角勾起一丝冷笑 小姨 别怪我 我妈也看不惯你 你死了 她就会重新爱我了 这时 我姐听到声响 推门进来 看到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 我和许佳才后 她大吃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 她想上来扶我 却被她儿子一把拉开 妈 你救她干什么 你不是恨死了她 早就希望她死吗 许佳才说完这句话 我姐的眼神忽然变了 她开始语无伦刺起来 你这孩子 胡说什么 许佳才撒娇道 妈 我帮你解决了她 我是不是你的好宝宝 已经18岁的许佳才 用头蹭着我姐 像是一个巨婴一般 无比恶心 我姐紧慎道 那你没留下什么痕迹吧 当然没有了 她本身就有心脏病 一时没找到 要也是正常的 我姐终于放下心来 恋爱般的摸了摸她的头 宝宝乖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妈妈 妈妈当然爱你了 说吧 我姐憎恨的看了我的尸体一眼 哼 跟你比了这么多年 这下 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比 嘿 我死后 我妈像征性的哭了几场 葬礼上收了一些份子钱 就算作罢 而我姐因为我没有组建家庭 强行侵占了我的房产 恬不知耻的 带着孩子住了进去 我的灵魂漂浮在上空 看着眼前这一切 寒心彻骨 忽然 我耳边一阵风声呼啸 我生前的一切如幻灯片一样 走马观花在脑海中浮现 最终定格在了某一刻 我猛然睁开眼睛 忽然听到我姐的大嗓门响起 那些小学老师很不正经的 上班穿裙子还涂口红 打扮得那么骚给谁看呢 小孩子学坏了怎么办 我最是看不惯这种女人了 那小姑娘还有脸在那里哭 那么年轻 怎么当的好老师啊 餐桌上 所有家人都聚在一起 而我姐侃侃而谈 大闹学校的事迹 我重生回了 劝说我姐的那一天 我姐说完 目光忽然转向我 萧楚 你要不找找关系 给你外甥换的学校 最好找那种排名高的 老师负责任的 我妈赶紧搭枪 对 萧楚认识人多 让她找 这和前世的对话一模一样 他们让我找关系 我劝说我姐不要那么溺爱孩子 所以惹下了一辈子的祸端 这一次 我不但要和他们撇清关系 还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清了清嗓子 姐 既然外面不靠谱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带孩子呢 我听说很多孩子都是妈妈带的 只有妈妈才能真心实意 对孩子好啊 我姐愣了一下 可是我带孩子 谁上班啊 姐夫不是也有工作吗 前是小事 但孩子的事 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我单位同事家的儿子上了清华 人家从小就是被妈妈带大的 我总听同事念叨 妈妈带大的孩子格外聪明了 我姐眼睛亮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家长付出多少 孩子才能收获多少 妈妈的位置 其他人可是永远都替代不了呢 我妈也激动到 萧楚说的对 你赶紧把工作辞了照顾孩子 我早就说咱家孩子 可不能被那帮缺的老师耽误了 以后上不了清华 就是你这个当妈的失职 那次聚会过后不久 我姐果然辞了职 专心在家带孩子 我姐夫为人木讷 不敢违抗我姐的决定 在家带孩子后 许家才更是被教养的无法无天 不但天天黏着妈妈 只听妈妈的话 还骂自己爸爸是个废物 逗得我姐哈哈大笑 我姐还在朋友圈里深情配文 亲爱的孩子 妈妈放弃了一切 只为了你有个美好的未来 可以想到你以后 也会有女朋友 老婆 妈妈都会嫉妒 但没关系 没有人能胜过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一定能理解妈妈的苦心 几年过去 许家才慢慢长大了 她自理能力极差 比前世还甚 张口闭口 就是我妈说 她妈不让她和男生玩 因为怕许家才跟他们学坏 也不让她和女生们玩 她说 现在这些小女孩子可有心眼了 可不能上他们的当 这样一来 许家才连个朋友都没有 同学经常捉弄嘲讽她 许家才 你妈又来了 许家才 你妈过来给你擦屁股了 许家才不觉得羞耻 反而觉得骄傲 我妈说你们都嫉妒我 因为你们妈妈不爱你们 你们都是可怜虫 家庭聚会时 许家才只吃她妈搭配好的菜 吃完饭也从不和其他孩子玩 而是溺在她妈的怀里 每当这个时候 我姐都格外自豪 没办法 我家儿子就是格外碾我 都说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 我看儿子才是妈妈前世的情人呢 许多亲戚都看不惯 私下教唆 我去劝劝我姐 孩子要被她养废了 如果是前世的我 一定会去劝的 但这一时我却微笑道 每个人的教育方式不同 可能我姐有她的想法呢 许家才虽然自理能力极差 但在我姐真金白银的投入下 还是上了一个不错的初衷 但我心里一直忌惮着一件事情 前世 许家才上初衷后 我姐发现她儿子 居然喜欢上学校刚来的客人老师 那个老师大学刚毕业 可能是出于对教育的热情 她对每个孩子都很关照 许家才从小受到自己妈的影响 本来就喜欢成熟的女性 加上青春期和儿猛悸动作祟 她把老师的关照当成了喜欢 给老师写了一封情书 结果被我姐抓了正着 我姐一看 天都要塌了 煽动众多家长去学校闹事 不但逼学校辞退老师 还给那个年轻老师造黄瑶 说她学士饭就是为了出来卖的 那个刚毕业的女老师脸皮薄 受不了指指点点 被辞退的当晚就跳了楼 当时我听到这件事后几乎气炸了 我质问我姐为什么要活活把人逼死 我姐满不在乎 谁逼死她了 自作孽不可活而已 你怎么向着外人不向着自家人 消除你是什么意思 那个女老师的死成了我至今的痛 也成了我和我姐关系破裂的开端 重生后 我提前嘱咐我妈 我姐那边有什么动向 都要及时跟我说 我是律师 说不定就能帮上忙 我妈很高兴地答应了 这天 我妈给我打来电话 你姐在你外申学校闹起来了 你快跟着去看一眼吧 你是律师 肯定能帮上忙 我心里忽然生腾起一丝不祥的预感 开车就往许家财的学校跑 当我赶到学校的时候 我姐正带着一群家长 将那个女老师围在了学校门口 我姐一手撕扯着女老师的头发 另一只手高高举起来 一巴掌直接扇了过去 她喘着大气 嘴里的唾沫乱见 就你这臭婊子还为人试婊呢 嘿 大家伙来评评理 她竟然勾引我儿子 此言一出 一旁围观的人群 一下子躁动了起来 人们纷纷掏出手机 对准地上 头发凌乱的女老师拍了起来 女老师带着哭腔 一边捂住脸 一边无助的解释 不是这样的 我真的没有勾引你儿子 我姐白眼一番 一口唾沫吐到女老师脸上 然后转过身 看向身后的家长 初中时期 正是孩子们最关键的阶段 现在孩子们正值青春期 把这么的骚货放在学校里 你们能安心吗 一些不明所以的中年女家长 一下被戳到了痛处 纷纷和我姐站到了一块 女老师辩解道 不是你说的那样 你怎么能随便造谣诽谤呢 诽谤 少给我皱这些酸词 我听不懂 随后我姐咬了咬嘴唇 过去开始撕扯女老师的衣服 看到这一幕我的 身子开始发抖 我瞬间明白了 前世这个女老师 为什么会选择跳楼 这简直就是最恶劣的 校园霸凌的翻版 只不过变成了家长霸凌老师 我转过身来到角落 默默拨通了110 而周围的看客们 非但没人阻拦 还继续拍摄 甚至叫好 眼看女老师的上衣 已经被扯烂 肩带都断了 这时 一辆警车赶到了现场 几个警察看到这一幕 大声呵斥道 干什么呢 松开 我姐惊了 谁报的警 随后她转过头看向警察 警察了不起呀 管得这么啊你 一个警员立声道 你现在涉嫌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和聚重闹事 公安机关现在依法 对你进行传唤 听清楚没有 我姐憋红了脸 少够来这一套 警员严肃道 第一次警告 我姐不为所动 第二次警告 我姐依然不松手 第三次警告 话毙 那个警员果断地 从腰间拿出辣椒水冲 我姐的脸上喷了过去 安静了三秒 一阵杀猪般的惨叫 划破了天空 我点击脚尖 在看过去的时候 发现我姐已经被 按在地上戴上手铐 她的眼睛和脸肿得 像猪头一般 嘴里还不断嘶喊着 警察打人了 没王法了 欺负平头老百姓啊 可围观的人 又纷纷把手机对象 我姐拍了起来 一个女警员疏散了人群 拿出一件外套 披在了女老师的身上 看到这一幕 我不由地扬起了一丝笑容 随后 我不仅不慢地 去一旁的咖啡馆 要了一杯咖啡 眼看时间消磨得差不多了 我打车去了派出所 一脸焦急对我姐道 姐 别怕 我是来救你出去的 我姐见到我 如同见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刚刚在审讯室里 还如同双打的茄子 现在一瞬间两眼放光 我们也是律师 你们谁刚对我暴力执法来着 消磨 你把这些警察全给我告了 我一边安抚我姐 一边过去跟警方了解了具体情况 一旁的女警员一脸不跃道 你就是那个破腹的律师啊 那你应该懂法呀 她这种情况我们肯定是要拘留的 我温柔地笑了笑 我当然懂法 一切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 该拘就拘哈 不要客气 警察听到我的话 纷纷愣在了原地 所以您的诉求是 我的诉求就是 期待地看着我怎么样 他们怕了吗 我叹了口气 姐 你是不是动手打人了 我姐目光躲闪 打了 怎么着 那个臭婊子该打 我故弄玄虚道 姐 你糊涂啊 我前段时间刚接了个案子 一个巴掌赔了十万块钱 我知道你站里 可你这一动手 什么 一巴掌十万 那可不 你叔叔你打了几巴掌 现在是法治社会呀 我姐有点慌了神 那咋整 这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呀 消磨你快想想办法呀 我温温一笑 姐 你放心 我跟他们沟通了 如果当作治安案件处理 你只需要居几天就算完事了 你看怎么样 我姐激动道 那好啊 只要不赔钱 在这住几天呗 还是你有招 行 那姐你就安心在这居留吧 看着面前傻得貌气的姐姐 我急力压制着自己的笑容 从派出所出来之后 我直接去找了许家财 我把她带到一家汉堡店里 给她点了许多好吃的 正在她狼吞虎咽的时候 我叹气道 家财 如果你妈妈去坐牢 你一个人能照顾自己吗 外申听后立马哭着问我 小姨 我妈妈到底怎么了 我可不能没有妈妈呀 这时 一个网红探店博主 举着自拍杆 坐到了我们隔壁 宝子们 今天主播再次带大家来耗羊毛了 我把位置让了让 然后凑近外申低声道 家财 现在只有你能救你妈妈了 只有你把你和你们老师的真相告诉我 我才能去想 怎么帮你妈妈辩护啊 我说 我都说 小姨你一定要帮妈妈好好辩护 我一脸严肃地看着她 你为什么要给你们老师写情书 外申低着头道 班上的女同学都不搭理我 只有老师照顾我 而且我喜欢像我妈妈一样 照顾我的成熟女人 我追问道 什么意思 外申悄悄地拿出了手机 打开了相册 我接过看了之后 头发瞬间立了起来 里面全是外申偷拍女老师的照片 更令人恶心的是 还有外申还偷偷跑进女厕所 偷拍老师的图片 我质问道 你为什么要拍这些 外申红着脸道 因为我觉得老师像妈妈一样 我拍了晚上在被窝里偷偷看 我继续问道 你还干什么了 外申挠到头黑黑一笑 我还去老师办公室 偷过他的衣服 有股淡淡的香味 可好闻了 我冷冷道 所以其实是你一直在骚扰你们老师 外申连忙摆摆手 不是的 不是骚扰 是爱 我想和老师睡觉 等我长大了 我想和他结婚 我看着眼前的外申 胃里翻江倒海 差点被吐出来 小姨 是不是我把事情说清楚了 妈妈就不用坐牢了 我挤出一丝笑容 是的 家财真棒 吃完了快回家吧 等外申走了之后 我转过身拍了拍 那个探店博主的肩膀 怎么样 都录下来了吗 那个博主回过头来 放心吧 小大律师 我这就回去写小作文去 我长输了一口气 谢了哈 博主笑了笑 谢什么 谁让我是你闺蜜呢 送走了外申 我火速赶到了学校 此时外申的班主任 正低着头抽气 一旁的校长摇了摇头 陈老师 事情闹成这样 学校的名誉受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失风失德 学校只能辞退你了 我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陈老师是被冤枉的 校长扶了扶眼镜 您是 我悠悠道 我是陈老师的律师 我有办法可以证明 陈老师的清白 陈老师不知所措地看向了我 校长疑惑道 什么办法 请学校明天突击检查手机 没收许家财的手机后 校方直接拿着手机 去派出所报警即可 校长不解道 收手机和这件事 有什么关联吗 我信心满满道 收了您就清楚了 从校长办公室里出来之后 陈老师叫住了我 谢谢你替我说话 可是我没有找律师 也不需要找了 我从包里拿出纸巾递给了他 你千万不要做傻事 陈老师惊恶地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 我建议道 从现在起 我就是你的律师 因为你什么也没有做错 要让欺负你的人 付出代价不是吗 也许是我的话 给了他宽慰 他接过了纸巾擦干的眼泪 然后看着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课间的时候 教导处真的来了一个 突击手机大检查 没收了一批手机 果不其然 这里面有外申的 于是校长拿着手机 带着陈老师去派出所报了警 警察解开手机一查看 立刻开着警车 去学校把外申带走了 不一会儿 我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消除不得了了 家才被警察带走了 你快去看看啊 我嘴角微微扬起 好累 我这就去派出所 当我来到派出所后 只见外申蹲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警察问我 你就是他家长 我摆了摆手 我是他小姨 他直系亲属呢 他妈在你们这拘留呢 我来到拘留室里 见到了我姐 假装着急到 姐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你先听哪个 我姐激动到 当然是好消息 我是不是要被放出去了 我笑了笑 你马上就放出去了 对方也不用你赔钱 消除 真有你的呀 那坏消息是啥 坏消息是你儿子 被抓来陪你了 我姐脸上的笑 瞬间凝住了 什么 你开玩笑吧 我摇了摇头 没开玩笑姐 不光家才被抓了 你俩现在还火了呢 随后我打开了手机 热搜第一条 我的那个网红闺蜜 正对着镜头 家人们谁懂啊 探店探出个惊天巨瓜 昨天去汉堡店毫羊毛 无意拍到了后面 那个桌子的变态男生 说他偷拍女老师 视频我都截出来了 大家看看 铺天的弹幕一条接着一条 靠 真恶心啊 这种小畜生还活着干嘛 什么变态癖好啊 巨型妈宝 兄弟们 我刚人肉了一下 他妈就是前两天 大闹学校的那个泼妇啊 真是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我姐盯着手机屏幕 浑身发抖 不可能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萧出你快想想办法呀 我无奈道 姐 法律上的事情 我能想办法 但你们俩现在这是射死 我真没办法了 我姐听后 两眼一番 直接昏死了过去 事情一经反转 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 许家才的学校 出了通知文件 不但还了陈老师一个清白 许家才还被记了一个大处分 而许家才因为偷拍隐私 被关进少管所 半个月后放了出来 不仅如此 网络上的视频一再发酵 我姐一家都出名了 姐夫努力必闲 不让我姐公开露面 因为我姐现在出门买个菜 都能对人认出来 被人指指点点 哎 那就是纵容孩子的泼妇 真恶心啊 这样的人 能教育出什么好孩子来 真是家长的耻辱 对此 我姐伤痛欲绝 认为这是一场针对她的 前所未有的网报 她哭着拉着我的手说 网上那些人 根本不知道真相 他们就是人云亦云 根本不懂得尊重人 我这段时间 哭了头发都白了 我冷笑看着她 姐 善恶中有报 不是不报 是和味道而已 她当时带着其他家长 撕扯人家年轻老师的衣服 并且给人造黄瑶的时候 怎么就不知道 什么是尊重的 许家才被放出来之后 学校的老师 纷纷都逼着她走 女老师们上课 都不和她对视 同学们私下对她议论纷纷 她的成绩一落千丈 许家才回家 和我姐哭着说 她班的女孩 都不和她讲话 我姐心疼到 不讲就不讲 女女还能配得上我家宝啊 告诉你 以后就算娶了媳妇 也没有人像妈 对你这么好了 许家才深以为然 可平静的日子 没有过多久 就在许家才初三那年 我姐怀孕了 这对于我姐来说 是天大的喜事 可我姐夫却完全不想要 我姐早些年 就辞去了工作 家里全是靠我姐夫 一个人养活 姐夫认为 再生一个根本养不起 一直窜到我姐去堕胎 许家才听说这件事后 居然没有站在她妈这边 而是在家里闹得天翻地覆 把家里能砸的都砸了 也强迫我姐去堕胎 我姐伤心欲绝 满脸泪水地回到娘家 跟我和我妈哭诉 家才这孩子 特别不想要弟弟 可肚子里的 也是我的孩子 怎么办啊 我心意紧 前世我姐怀上二胎后 为了安心生产 连和我妈对我倒的绑架 硬是把许家才塞给了我 这回我妈刚想开口 我就抢过话道 姐 家才可是你的孩子 你对她这么没有耐心吗 小孩子有点情绪是正常的 难道因为肚子里 这个没出生的胚胎 你就要冷落家才吗 这样对她公平吗 我姐男男道 你说的对 好歹家才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可是我也守不得肚子里这个 我笑了笑 当然都要保住了 毕竟是一条生命呢 咱妈现在退休了 正好可以给你带孩子 我妈瞪大了眼睛 我 我点点头道 咱妈不但带孩子经验丰富 还可以照顾姐姐做月子 妈肯定很愿意 可是我这一把老骨头 妈虽然上了年纪 可是还能跳广场舞呢 带孙子可比跳广场舞 有意义多了吧 妈你也不想自己的大孙子 受到冷落吧 我姐听后 一脸甜蜜的摸着自己的肚子 点头道 这的确是最两全的办法 妈 那就辛苦你了 我妈被画架到这了 没办法 只能答应我姐等孩子出生后带孩子 我忽然觉得一阵舒畅 原来只要动动嘴 就能到得绑架别人的滋味 居然这么爽 我借机拍了拍姐姐的肩膀安慰道 姐 别怕 我们都会帮你的 家财那边的思想工作我去做 孩子也长大了 能听懂话了 你就放心吧 我姐感动的看着我 消除 那就拜托你了 这下姐就可以在家安心养胎了 我微微一笑 放心吧姐 我一定做好外甥的思想工作 让她明白她的妈妈 永远最爱她 第二天 我单独找到许家财谈话 家财 你跟小姨说说 为什么不想让妈妈生弟弟啊 她听到这句话 便警觉地抬起了头 是不是我妈叫你来的 我没有否认 你妈妈希望我来跟你聊聊 你是怕妈妈生了小弟弟以后 就不关注你 不宠你了是吗 外甥点了点头 我夸奖到 你妈妈果然没白疼你 其实你只要在你妈妈面前好好表现 用心照顾她 你妈妈就一定不会疏忽你的 外甥忽然死死地咬住嘴唇 可我就是不想让别人分走她的爱 我叹了口气 傻孩子 你妈妈刚怀孕 最后能不能生出来还不知道呢 外甥眼睛里闪过一瞬亮光 我笑了笑 家财不要想太多 只要好好照顾妈妈 不要让妈妈出什么意外就好了 她低下头悠悠道 我明白了小姨 我会好好照顾妈妈 让她彻底回心转意的 晚上 外甥因为听了我的话 对我姐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她不再哭闹 而是主动地给我姐端茶倒水 吃饭的时候体贴家菜 我妈和我姐都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情来 萧楚 你可真神 你是怎么把她说通的 我微微一笑 姐 家财这孩子本来就懂事 说通了就好了 主要还是解你教育的好 我妈笑得合不拢嘴 哎呀 还得是读书多的人厉害 没想到今天还真派上用场了 听到这话 我姐不悦地翻了个白眼 妈妈我们去洗澡吧 我姐愣了一下 洗澡 外甥抿了抿嘴唇 妈妈现在怀了宝宝 洗澡不方便 我就在浴缸里给你放好了水 我赶忙给了我妈一个眼神 我妈立刻领悟到 这是孩子照顾你呢 想帮你洗澡 你看这大外孙也太乖了 我姐犹豫道 可是他现在都这么大了 会不会有点不方便啊 我妈赶紧道 有什么不方便啊 都是你从小光屁股带大的 好不容易今天董事 给孩子个表现的机会 别扫孩子的心 我姐点了点头 好吧 谁让我们家才爱妈呢 外甥看到我姐同意 脸上瞬间露出了一丝 复杂且兴奋的笑容 随后 我姐一边脱衣服 一边跟着外甥一起去了浴室 我和我妈则在外面悠闲的 唠着家常话 没过几秒 一声淒厉的惨叫声 从浴室里传来 啊 快来人呐 我和我妈冲了进去 只见我姐全身赤裸 整个人摔倒滑坐在地上 她一边扶着墙壁 一边痛苦的 扶着自己隆起的肚子 双腿之间 一股淡淡的鲜血流了出来 我妈大惊失色 怎么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姐痛苦道 我肚子好痛 快叫救护车 我刚想上前搀扶我姐 脚底猛的一打滑 这时才注意到 潮湿的地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撒了那么多滑腻的沐浴露 我下意识地回过头 看向外甥 发现外甥正躲在后面 沉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我妈焦急道 赶紧上医院吧 把我姐送到医院之后 她整个人异常虚弱 胎心很不稳定 医生摇了摇头 怎么能让孕妇摔倒呢 你们这家属都怎么当的 要有心理准备 胎儿不一定能保得住 我妈一把攥住医生的手 偷偷往医生口袋里 塞了个红包 大夫 大人小孩都得保 我找先生算了 这次肯定还是个儿子 医生不耐烦地把红包拿出来 扔回给了我妈 你是她亲妈吗 我在医院这么多年了 这个年代的婆婆 都没有你这么差劲的了 我妈被说得老脸一红 我姐住院期间 我妈在医院陪护 而我要上班 没办法 我姐只好把外甥 打发回我姐夫那边 有一天我去医院看望她 刚坐下没会儿 外甥背着书包 急匆匆地冲了进来 我妈纳闷道 佳才 你今天放学 没回家来病房干嘛 我姐宠溺地看着外甥 想妈妈了呗 我儿子就是离不得我 可没想到 外甥却猛地一下 扑到了我姐的怀里 她带着哭腔道 妈 我有件事情 不知道要不要跟你说 我姐从没见过 许佳才这个样子 怎么了 你有什么事快跟妈妈说 许佳才从书包里掏出了手机 她点开一段视频 手机里立刻传出一阵羞耻的喘息声 视频里的人正是我那耸包姐夫 她不知和哪个女人勾搭上了 在她和我姐的床上翻云覆雨 没想到这一切 被突然回家的许佳才撞见 并拍了下来 瞬间病房里的空气凝固了起来 隔壁四个床上的患者和家属 都尴尬地把目光投向我姐 我姐气得浑身发抖 脸憋得胀红 眼泪大滴大滴地掉了下来 天杀的王八蛋 我怀着孩子在医院躺着 他竟然还把人领家里去搞破血 只见他一把扯掉了输液管 手上滴着血就要往姐夫家冲 我妈吓得赶忙捂住心口 哎呀 我就说我这心脏怎么碰碰跳呢 消除你快跟上 可别再出什么事啊 我带上外甥追了出去 放心啊 妈 有我呢 我姐赶回家的时候 姐夫还在家里 浑然不觉地和情人亲亲我我 我姐怒吼道 好啊 我祝愿你不来看我 怀二胎你也不要 原来外面养骚祸呢呀 姐夫挡在情人恋前维护道 你说什么呢 嘴巴放干净一点 我姐咬牙道 你他妈干的这蛋裤裆的事干净吗 那个情人冷笑了一声道 我们这是两情相悦 他在我这里能得到最起码的尊重 不用天天跟泼妇在一起纠缠 你以后快跟你的乖儿子好好过去吧 我姐气得脸色惨白 直接不管不顾地冲了上去 一把撕住那个女人的头发 冲墙上撞了上去 你个骚祸 让你搞破鞋 让你勾引我老公 我姐姨妈一边狠狠地扇着那个女的脸 这时我姐夫冲了过来 一把拉住我姐的胳膊 挡在情人的面前 她说的没错 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我过够了 上次吵完架 我就决定了 我要跟你离婚 我姐撒泼道 好啊 你长本事了呀 我今天就先打死这个骚祸 然后再跟你离婚 说吧 她拿起一旁的花瓶 直接冲那个女人的头上砸了下去 那个女的头上一下就被砸出来个口子 我姐夫见状用力一推 将我姐狠狠推倒在地上 啊 随着我姐的一声惨叫声 鲜血从她的腿间渗了出来 她惊慌地看了一眼鼓鼓流出的鲜血 孩子 我的孩子 然而姐夫只是冷冷地看了我姐一眼 随后便关怀起了情人的伤势 我赶紧打了120 一路上 我姐捂着肚子 疼得几乎要打起滚来 可外甥的表情却很愉悦 我甚至看见她嘴角勾起了一丝笑容 说起来 姐夫出轨的事情 也是她特意在我姐最脆弱的时候 跑去医院告诉我姐的 我凑过去问她 什么事情那么开心 外甥瞬间变了脸色 她摇了摇头 带着许哭腔 没有的 我妈妈没了弟弟 我也很难受 我姐流产了 不久之后 我姐和我姐夫就协议离婚了 姐夫进来离婚协议书的时候 我姐看都没看 直接把协议书撕了个粉碎 这个狗男人居然想让我净身出户 他出轨他才是过错方 我打死都不签 咱们谁都别想好过 可他没注意到 同时寄来的 还有一份验伤报告 姐姐那一花瓶砸下去 给那个女的砸成了轻伤 如果我姐不同意 协议书里的条款 那对方就要对我姐提起诉讼 我姐急匆匆的 拿着验伤报告问我 消除 你快点看看 她这是不是吓唬我 炸我呢 我叹了口气 轻伤二级 如果对方真要起诉 再找个好一点的律师 你可能真要坐牢去了 我姐不以为然道 做就做 我又不是没做过 但七天就出来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摇了摇头 姐 你上次是行政拘留 这次是刑事诉讼 这次要是坐牢 就是去监狱了 每个两三年你出不来的 我姐瞪大了眼睛 什么 两三年 我姐低下头 再端向了一下 手里拿着的离婚协议书 整个人一下子就瘫软了下去 过了几秒钟 她伤心的哭了出来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 外甥见状走过来 将我姐揽入自己的怀里 妈妈别哭 你还有我呢 我会永远陪着妈妈的 我姐红着眼睛 看着眼前的儿子 家财 妈妈没白疼你 妈妈不该打你 以后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 就守着你过日子了 说爸两人抱在一起 大声哭了出来 见状 我妈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消除你看见了吗 我说什么来着 还是得养个儿子吧 要不是你姐平时疼家财 家财能这么懂事吗 我看着这温馨的一幕 淡然一笑 是啊 儿子贴心儿子好 儿子是妈妈的小棉袄呢 为了避免牢狱之灾 我姐最后还是咬牙 签下了离婚写一书 房子是公婆全款买的 这些年 夫妻俩没有什么存款 除了当时嫁妆送了一辆车 和姐夫每个月的抚养费 我姐一无所有了 很快 她就惦记上了我的房子 可惜 就在我姐和我妈破天荒的 在我下班路上堵住了我 非要拉我去吃饭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们的意图了 可这次 我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 我姐破费的订了个包间 点了一桌子好菜 还不停地往我玩里架 我笑了笑 姐 怎么今天对我这么好啊 我姐到 瞧你说的 平时对你不好啊 咱们是亲姐妹 从小就互帮互助 以后啊也得相互帮衬 是吗 我笑了笑 你忘了吗 小时候你就讨厌我 经常说我抢走了爸妈的爱 不但捡坏我的洋娃娃和裙子 还撕碎过我的作业本 老师家访的时候 你告诉老师 我根本没写作业 自那之后 老师就一直以为我是个说谎经 小时候我想跟着你玩 你故意把我往泥坑里带 我磕得满脸是血 你和整个村的小孩说 我是个丑陋的怪物 我高考备考的时候 你天天在家大声地放音乐 说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等我考上了好大学 你撕碎了我的录取通知书 在家哭了一天 我姐听了一阵惊恶 你怎么这么记仇啊 我都忘了这些事了 我悠悠道 姐 这些年我也想忘记 可是最近小时候的事情 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清晰 我知道你讨厌我 所以这些年才一直迁就你 想讨好你 希望修补我们的姐妹关系 可好像没有用 你依旧讨厌我 一家人有什么说不开的话呀 说开就好了 家人还是要相互扶持的 我不想再配合他们的煽情 直白道 妈 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妈和我姐对看了一眼后 我姐率先开口 妹呀 以前是姐不对 姐错了 可是家才马上就要上高中了 我们孤儿寡母的 如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我妈拉着我的手 温和道 小楚啊 你姐不如你优秀 也没有你有能耐 但是妈希望你们能互相接济一把 你看你现在还没结婚 还没有孩子 那房子一个人住着多孤独啊 不如就过季给家财吧 你和妈一起住 咱俩俩还能互相照顾 我都听笑了 我原本以为 他们只是想住进来 没想到 他们是想让我把房子 直接过户给许家财 直接把我赶出来 我摇摇头 可是没办法了嘛 我那套房子 上个月已经拿去做了贷款担保 没法交易 也没法抵押 我姐脸色一沉 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 你不帮就不帮 不用找这么拙劣的理由 我直接从包里 掏出了银行盖章的担保文件 递给了他们 我妈看了文件 惊讶到 你 你抵押房子干什么 我淡然的戳了一口茶 我想去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 已经从律所辞职了 接下来我会和朋友合伙创业 贷款的钱都用在项目上了 恐怕之后我也不会经常回来了 我妈猛的站起来 要死啊 律师干得好好的 创什么业 你想气死我们啊 你走了 我和你姐怎么办 就好好生活呗 我妈喊了起来 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想过我们吗 那是你姐 是你外甥 你忍心看他们 偏偏过得那么狼狈啊 你良心让狗给吃了 话都说到这儿了 我也不装了 我冷冷地看了我妈一眼 不好意思 我为什么要考虑你们 我姐连忙道 妈你看出来了吧 我早就说萧楚就是个白眼狼 我也站了起来 平静道 妈 有一句话早就想对你说了 子女不合 多是老人师的 你想会心里到什么时候 我姐是你的大女儿 你从小就偏向她 无论我们闹什么矛盾 你永远站在她那边 不会教育孩子 你可以不教育 从小到大 我已经受够你们的母女情深了 除此之外 我们的母女情分其实也没多少 我妈被我这一番话 噎得说不出话 只能嚷嚷着我要气死她 我姐恶狠狠道 萧楚 你有什么好牛的 不要以为你有点臭钱 就可以拿捏我们了 我们也不需要你 我点了点头 这样就最好了 姐姐你以后一定要自立自强 好好生活呀 说吧我拎起包潇洒离去 走的时候我只觉得 心里一阵畅快肆意 有些亲情根本没有维系的必要 当断则断 我前世若能明白这个道理 也许就不会落得那样 气惨的结局了 一个礼拜后 我姐破天荒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 她难得一见的服软道 萧楚 那天姐不对 不该那么说你 姐妹之间哪里有隔夜愁啊 你看什么时候我们见一面 把话聊开 我笑了笑 把手机高高举起 浪花拍打着沙滩 海鸥的提叫声传进了话筒里 真不巧啊姐 我这刚辞职 跟朋友正在国外的海边度假呢 可能没空和你见面了 我姐一听就急了 你不是要创业吗 怎么又去度假了 我生了个懒腰 谁让我们的投资大佬在法国呢 台湾事情顺便就来度假了 姐 这边的海可真不错 有空的话你也过来玩玩啊 我姐恨恨到 萧楚 你做的够绝 现在你花天酒地倒是快活了 你有没有想过你没结婚没孩子 老了怎么办 我本来还想着你要是懂事 等你老了我就让家财给你养老呢 省得你去敬老院被欺负 而孙子有儿孙福 没有儿孙我想福 谢谢姐替我操心哈 顺便你家许家财 连洗衣服都不会 这福分我可消受不起 你儿子就留着老了 好孝敬你吧 我姐气的声音发抖 你 没等他说完 我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身旁 身高一米九的年轻小狼狗 端了两杯果汁走向我 姐姐在跟谁打电话 我接过果汁 顺手在他的腹肌上 狠狠揉了一把 笑道 没什么 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罢了 单身的日子这么快活 傻子才当他们这对 吸血鬼母子的血带 和家里人彻底闹翻了之后 我便忙着自己的事业 天南海北的到处跑 听说我姐因为学历不高 常年待在家里 什么技能都不会 只好找了个大楼保洁员的工作 维持升级 她四处打零工来维持家用 无依无靠的 她把所有的重心 都放在了外甥的身上 只是经过了生活的打击 她的宠溺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控制 外甥在她的照顾之下 虽然身子长得人高马大的 但是心里愈发的退化 听跟我关系好的表妹说 外甥现在变得更加内向和英质 甚至连最基本的交流 都变得吞吞吐吐 一米八的大个子 上了厕所都要先跟我结寝室 我结点头之后才赶去 后来 成绩严重下滑的外甥 考上了一所技校 我姐东拼西凑 借来了几万块钱 来供外甥去念书 希望她能学个手艺 这样出来也好养活自己 可她忘了 外甥这些年 在她的掌控之下 早就变成了一个废人 别说学个养活自己的技术 就是基本的洗衣做饭 都无法自理 离开家去上学 对于普通孩子来说 是人生的新起点 但对于外甥 就是一个噩梦 开学不到三个月 她就被辅导员约谈了六次 原因也是五花八门 比如她自己不会洗内衣内裤 就把自己的臭袜子和内裤 偷偷塞进室友的桶里 想让室友帮她洗了 结果被室友发现 破口大骂 后来她将那些贴身衣物 一起混扔到公用洗衣机里 结果被同楼的同学 举报给了学工办 除此之外 外甥经常如厕后 连厕所都不冲 弄得寝室里臭气熏天 宿舍值日她从来不干 19岁的小伙子了 在卫生间嚎啕大哭 妈 他们都欺负我呜呜呜 我不想活了 我姐听闻自己的宝贝儿子 受了这样的委屈 瞬间炸了毛 连夜就买车票杀了过去 四日我姐又发挥她的传统技能 在学校里面撒破打滚 说外甥的室友们欺负她 要求学校开除那些坏学生 可这下 没人再惯着她了 她这一闹让外甥 变成了学校里人尽皆知的 妈宝男和同学们嘲笑的焦点 近日不同往昔 如今外甥已经长大成人了 不是傻子 本来就在学校被排挤孤立的她 这下更是脸上挂不住了 她在学校和我姐大吵了一架 我姐大骂她没良心 然后告诉外甥 以后不管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从学校闹完回来之后 我姐又舔着脸 给我打电话 消除 那破学校太欺负人了 你给我把他们告了 欺负我儿子的全抓起来 学校再给我儿子 赔一笔精神损失费 正在开会的我无语道 先不说我早就不做律师了 其次那法院是我开的吗 我想盼谁就盼谁 我姐自知理亏 大骂道 还是学校不行 烂技校无人子弟 我悠悠道 北大清华不是烂学校 家财怎么不去上呢 是因为不想吗 我姐白了我一眼 你就会说风凉话 关键时刻什么忙也帮不了 妈生你还不如生块叉烧 说吧 她就挂了电话 我摇摇头 这些年她不但没有长进 反倒更不可理喻了 后来 喜欢八卦的表妹告诉我 家里又出事了 原来是许家财 女孩在隔壁学校找了个女朋友 暑假的时候 她把那个女孩带了回来 女孩虽然要貌平平 但是很有礼貌 我妈看到外孙谈的对象 笑得合不拢嘴 可我姐从人家姑娘一进门 就没有给过好脸色 没等女孩坐下 我姐便开始发难 你是什么时候勾搭我儿子的 女孩一脸疑惑 阿姨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勾搭 我姐冷冷到 我宝贝儿子懂什么 但我告诉你 别想从我儿子身上得到什么好处 女孩解释道 阿姨您误会了 我们就是正常交往 没有什么别的企图 正常交往 你肯定骗我儿子同房了吧 有没有做安全措施啊 你们这些年轻女孩我都知道 心机深得很 想回头带个肚子 我儿子是吧 许家才此时脸憋得胀红 妈别说了 女孩的脸色沉了下来 阿姨 您到底什么意思 我姐冷笑道 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进我家门可没那么容易 以后要是真心过日子 你就回去让你家提前把房车都买好 而且结婚以后 我儿子的饭还有家务 以及我儿子的内裤袜子 你这哪是给你儿子找女朋友啊 你这是给他找保姆找老妈子啊 外甥赶忙安慰自己的女朋友 月月你别生气 我妈他就这样 我妈说了 女孩用包甩到外甥脸上 你妈说 你妈说 你怎么天天都是你妈说 别人说你是妈宝男 我还以为是个谣言 看来果然是真的 你让你妈给你洗内裤袜子 跟你过一辈子去吧 随后女孩便摔门而去 外甥这下大吼道 妈 你到底要干嘛啊 你知道我谈的对象多不容易吗 我姐赶紧过去抱着外甥 傻儿子 这女孩配不上你 妈随便一考验就跑了 你看她是什么好货色嘛 可是我挺喜欢她的 说吧外甥就要去追 可我姐把脸往下一拉 妈妈说的话不好使了是吗 外甥不敢违抗我姐的指令 两相为难下 她彻底崩溃了 抱起头开始大哭了起来 我姐一边安抚着外甥 一边温柔道 没事 有妈呢 许家才的神情变得恍惚了起来 妈 难道你能对我一辈子负责吗 我姐笑了笑 当然了傻孩子 咱俩才是最亲密的关系 只有妈能陪你一辈子 许家才逐渐平静下来 谋色一沉 为了防止许家才在谈恋爱 我姐干脆去技校旁边租了个房子 照顾起了儿子的起居 许家才也不住笑了 她又重新回到了 在妈妈怀里最舒服的状态 此后她再也没有出过对象 直至毕业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递过着 可我妈却愁了起来 她担心我姐老了之后没人照顾 便给我姐安排了相亲 可没想到 外甥听说这件事后 直接就炸了 我姐相亲那天 我妈正坐在一旁 眉飞色舞的冲那个离异的中年男人 介绍着我姐的情况 许家才握着拳头就冲了过来 二话不说 拉着那个男人就胖揍了起来 敢打我妈的主意 我他妈弄死你 我妈和我姐被这一幕吓傻了 拼命去拉 但怎么都拉不开 等周围围观的人上来 把外甥拉开的时候 那个男人已经被外甥揍得满脸是血了 此时外甥浑身颤抖 还没有从愤怒的状态中抽离出来 外甥一脸阴质的盯着我姐 妈妈 你为什么要找男人 你是不要我了吗 我姐被这一幕吓到了 她摇了摇头 家财 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时我妈生气道 是我让你妈去相亲的 怎么了 外甥恶狠狠的瞪着我妈 我妈不需要 我妈喘着气道 你这么大人了 怎么不懂事呢 你能跟你妈过一辈子 你回头要谈女朋友 娶媳妇生孩子 有自己的家庭 你妈妈也要有自己的家庭啊 外甥这时猛的一把 撕住我妈的衣领怒吼道 我不同意 你再敢给我妈介绍别的男人 我就弄死你 我姐哭着拍打着外甥 家财你疯了 那是你姥姥啊 你怎么能这样 外甥恶狠狠的盯着我妈 妈 当初你不就是这样 把我女朋友轰走的吗 而且你说过 要对我负责到底 可不能食言啊妈妈 说把她一手甩开我妈 我妈虚弱的栽到了地上 痛苦不堪的捂着心口 造孽啊 造孽啊 可话还没说完 她就呼吸困难 两眼一番人直听挺的栽了过去 接到电话后 我匆匆赶了回去 我妈已经被送到医院了 医生观察了一下瞳孔 就赶紧安排了CT 检查出来之后 医生无奈到 急火攻心 脑衣血 命能保住 但是后面肯定就是半身不随了 我姐无助的看着医生 你们能再想想办法不 医生摇了摇头 没办法 这时外甥冷笑了一声 活该 这都是她应得的 我姐终于忍不住 反手一巴掌扇在外甥的脸上 那可是你姥姥 所有人都惊呆了 就连我也是叹为观止 毕竟我从来都没看见过 我姐打许家才的画面 外甥阴森森的看着我姐 妈 你看见我姥姥现在的样子了吧 你以后可不能再胡闹了 要永远对我负责 我姐这时毛骨悚然的 看着自己的宝贝大儿子 身子不由的往后退了两步 我妈出院后 直接被送去了养老院 但和之前不同的是 这个决定是外甥做的 她目光犀利的看着我姐 妈 以后有些事情我说了算 我姐面对眼前这个陌生 又可怕的怪物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却全然不知 现在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结下的恶果 当我在去家里找我姐的时候 发现外甥把房子大门彻底焊死 我这里各个死角都装满了监控 她将我挡在门外告诉我 她是在保护她的妈妈 为了妈妈不会逃跑 不会被别人抢走 我姐躲在卧室里 身子微微发抖 她在窗前用求救的眼神看着我 小主 你快想想办法 我去微微一笑 姐 这是好事啊 儿子爱你 担心你 依赖你 别人家的孩子 哪个能像家财这么爱妈妈呢 外甥看着我道 还是小姨懂我 对了小姨 麻烦你告诉其他亲戚朋友 以后谁敢私自联系我妈 或者收留我妈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我点了点头 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把话带到 随后汉街的铁门缓缓地关上 我姐绝望的眼神消失在铁门的背后 从那天起 我就再很少得到我姐的消息了 我把自己的时间都交给了自己 这些年 我创业做得风生水起 开了自己的公司 实现了财务自由的同时 偶尔也跟一些长得顺眼的年轻男人 谈谈情说说爱 原来只有经济独立 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当然我也会去养老院看我妈 我妈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 只有眼睛还会有反应 我给她削着苹果 喃喃道 妈 我姐变成这样 你一点都不后悔吗 我知道我爸很早就抛弃了我们 你心里恨她 也恨和她长得那么像的我 小的时候我不懂这些 每次受了委屈 都会在心中告诉自己 妈妈是爱我的 妈妈只不过恨铁不成钢而已 可长大后我知道了 你不爱我 可妈妈 我现在过得很好 我已经不在乎你的爱了 我妈听着我的话 眼中缓缓落下一滴浑浊的泪 我为她擦干了眼角的泪水 突然觉得她有些可怜 可一回想到前世 我死后 我妈向征兴地哭了几场 就把我的房子 转被许家财母子后 我突然又释染了 有因壁有果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承担别人的因果 一年之后 我妈去世了 我操办了我妈所有的后事 出闭那天 我姐也破天荒地来了 自从她被许家财关起来之后 我就再也没听到她的消息了 看来这次是许家财的格外开人 我姐一脸沧桑 老得厉害 看着我妈一向的时候 她一滴眼泪都没掉 后事都结束的时候 她突然拉住了我 消除 我能和你谈谈吗 我点了点头 我把她请到了家里 给她倒了一杯热水 姐姐接过水杯后 抿了一小口 稍微平静了片刻之后 我姐两眼空空地看着我 消除 我前两天做了一个梦 我想问问你 是不是真的 什么梦 我梦到前世 你被我和家财害死了 这辈子你是来找我复仇的 难道你真的会害死我吗 我姐沉默了片刻后 悠悠道 我会 她突然笑了 是发自内心的笑容 你不知道 我做那个梦的时候有多开心 其实我这辈子 一直都很嫉妒你 或者说是恨你 你长得随咱爸 从小就比我漂亮 比我优秀 比我聪明 我什么都比不过你 我不相信女人 可以靠自己活得很好 但是你做到了 我为了证明你是错的 所以我拼了命 也要生出儿子 让你看看在生儿子这件事上 你比不过我 我平静道 就为了这些 我姐继续道 你从小就不听话 妈让你别读也你不听 妈让你找个有钱人架 你不听 妈让你相付轿子 你也不听 而我什么都听妈的 我那么乖那么听话 为什么遭罪的是我 我冷冷道 因为她说的都是错的 我有我自己的判断 我不是妈宝 我姐大喊 我气的不是这个 我气的是你什么都没有听妈的 你还过得那么好 你现在高学历 能挣钱 有一堆精英难为 在你屁股后面转 而我 我为什么要面对和经历这些 不公平 我悠悠道 你错了 这才是公平 因为我一直都在 为我自己而活 我从来不会把希望 寄托到儿子身上 我只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 而且你好像从来都不知足 妈偏心你那么多年 你看不见 我一直生活在 被你憎恨和敌意的阴影下 你也不在乎 你只是盲目嫉妒我 再把你的人生 寄托到一个刚出生的儿子身上 姐 从你教惯许家财的那一刻 就被你自己亲手毁掉了 与人无由 我姐脸色一变 她突然站了起来 怒喊道 我不管 我就是恨你 消除 我现在变成这样 都是你害的 我的人生 就应该像梦里一样幸福 而不是现在这样 我摇摇头 你真的是疯了 我姐慢悠悠的 从衣服里摸出一把尖刀来 你是上天派来害我的人 只有杀了你 我才能从这个噩梦里醒来 我没有惊慌 只是平静地看着她 可是姐姐 这不是梦啊 话音刚落 门外传来一声低沉且悠悠的声音 妈妈 我姐听到这个声音后 瞳孔猛的一震 整个人吓得浑身发抖 突然一个人影出现在她身后 握住了她手里的刀 是许家才 我举起手机 拿到我姐的面前 我答应过你儿子 以后帮她盯着你 要不她会担心的 我姐惊恐地往后退着 别过来 你别过来 外甥走到我姐面前 将我姐抱在怀里 轻轻地亲了一下我姐的额头 妈妈 你怎么不跟我说 就偷偷跑出来呢 你可要好好照顾我 为我负责呀 我姐挣扎道 我是你妈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不能这样 许家才悠悠道 妈 我活成这样 难道不是拜你所赐吗 只有我们母子能相依为命了 这不是你答应过我的吗 不 不要 就这样 姐姐再一次被外甥 从我面前带走了 这也是我此生 最后一次再见到他俩 之后再没有得到过他们的消息 一年后 一则新闻登上了本地头条 一怀孕的中年女子 自杀在屋内 和她同居的儿子也自杀了 正是我姐和许家才 警方们不知道 母子俩自杀的动机 但推测是母亲先自杀 儿子随后也自杀离世 后来法医在外甥的口袋里 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只写了一句话 妈妈 下辈子我还要继续爱你 继续做你的宝贝 看到此 我闭上了眼睛 姐 这就是因果 这一事你可看清楚了吗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